与求是竞赛 今天下午5点40分出赛,迎战澳洲女将陈村瑜 世界排名29的白玉破生涯三度和吴锦威交手,接位拿下胜利,对战记录局下风,做第四次碰头仍无法突破,遭对手一直落二拍下,苦吞对战四连败 戴资颖为此次赛会第一种子,首轮直接晋级,今天下午将遇上世界排名81的澳洲华裔选手陈村瑜 两人过去从未交手,不过双方世界排名差距甚大,小戴渴望轻易过关 去年因为世锦赛和世大运撞期,戴资颖选择留在他 台湾争取国家荣誉,放弃世锦赛,感动不少台湾球迷,当时也顺利摘下金牌 去年世锦赛时,不少外媒评论,若戴资颖参战势必能报回冠军 甚至连冠军得主奥远希望都认为,没有击败戴资颖就夺冠,自己还不能算真正的世界冠军 戴资颖今年仅开计第一站马来西亚公开赛区冠亚军 接下来连夺五官,写下29连胜,气势如虹,国际与总 逼他朋友F看好小戴能顺利登顶 过去台湾世锦赛女当最佳成绩为,与球精灵 郑少姐在2011年写下的亚军,外界普遍看好戴资颖能为台湾写下新油